这和尚笑笑点点头 过几天他就往生了 那这时候没有发源嘛 可是他往生的时候 他开了个往生大会 非常难得 老和尚那一天呢 是大开杀戒 这个鸡鱼鸭肉 这是很多 请了很多很多的信主 大家都来吃 吃完之后啊 他表演了一道 他到放生池里面全部吐出来 吐出来全是活的 感动了很多人 然后的时候 他就 他要没有生病 欲知实至实现往生 然后人家才知道他是高僧 才知道这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法师 我们高僧传里有 神僧传里头也有 表演这招啊 保之功之道啊 教他什么 用这种方式 度化众生 让一切大众的说 从此以后啊 戒杀放生 你看人家吃的 人家是能吐得出来 你是怎么样的 你吃的水吐不出来 下面一个问题 学佛法知道英国可以转变 但是又说定义不可转 请问 何为定义 为何定义不可转 定义是坚固的执着 不是不能转 是你决定不肯转 那就没法子了 佛也帮不上忙 这个东西你自己觉悟 你自己去转 这个才行 佛只能教给你方法 把这个道理给你说明白 方法给你说明白 是要你自己去做的 所以大乘教里面 佛常讲啊 佛不度众生的 众生是谁度的 自己度的 自己觉悟 自己度自己 这是真的 那要是说佛度众生的时候 这个是迷信 这个不是真正的事实 释迦牟尼佛当年一生 在世的时候 为我们所实现的 就是上课啊 我们现在叫上课 那个时候叫讲经说法 现在说讲经说法 人家说这是宗教 这是迷信 那我们就上课就好了 上课他就不迷信了 他就能接受了 所以我们现在对外国 无论是宗教 或者是不信仰宗教介绍 我们都是讲的上课教学 释迦牟尼佛 办过时过种的班 一生办了三百多次 上课教学四十九年 这样他听起来 也很欢喜 很容易接受 这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业 一定要觉悟 这个定业就是 比较上有严重的执着 我们一般人讲不开窍 不觉悟 接触到圣贤教会 不能相信 第一句话就是 这是迷信 不相信这个 这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那我们想想我们自己 在没有遇到善知识之前 这一年也是这样固执 什么样人给我介绍这个活华 我都不会接受 我都不相信 而且一定笑话的迷信 好意介绍说 这个回馈的是迷信 相当不容易 你要遇到真正有缘人 佛法讲的是语言分 语言生之法 底下一个问题 的地词 受无界 零了慢一 但从未搭过 应光发丝 加言录 续篇中说 受无界者 应答慢一 五系五直条 不是一长一短的五条 今则一长一短之五条 二长一短之七条 每每乱达 是为情乐 请问一离上 是如何 若不行答 应如何妥善 除智慢一 印足这个说法 是方便说的 《戒经》里面讲的更严格 五界没有意 五界没有意 五界是在家 百一 三规五界 慢一 是受菩萨界才有 菩萨界有慢一 那么就是没有这个歌 这讲的是对的 五之条 里面不封 不封格子 现在的社会乱了 乱就不能用佛的标准 佛的标准 现在没有人遵守 比如 现在诸位常常看到的 大神 在法会里面 穿的黄海青 大的是红的座衣 这个都不如法 我们在粗修的时候 也不懂 讲经的时候也穿过 以后慢慢 惊看多了 明白了 这个是错误的 所以我们才换掉 大概这个25条一 换成咖啡色的 我们是第一个 现在很普遍 现在是 我看到很多地方都有了 那么佛法教我们 这个出家人 穿的是袈裟 什么是袈裟 袈裟是 许许多多颜色混合在一起 叫做袈裟 就是我们今天讲 不是纯移的 是混合的 现在的新名词 叫多元文化 多元文化 就是袈裟 你看他脱布 他脱布是 好几个人家脱的 那饭菜都不一样 在一布里头 混合在一起 那叫袈裟位 那我们穿的这个衣呢 从前的衣是 很不容易得到 都是剪人家破碎 别人 人家丢掉的衣服 剪下来的时候 那个布大小都不一样 再把它缝缝 补丁起来的时候 做成一件衣 那个颜色不一样 质量也不一样 就很难看了 所以染色 染什么呢 就染成这个咖啡色 就是红黄蓝褐 通通混合在一起 染成这个别色 这叫袈裟色 所以袈裟是混杂的意思 不是一个单纯的 所以佛教我们 避免震慎 什么叫震慎呢 震慎 我真的不思认